这里是澳大利亚的凯恩斯 今天的行程我们将前往文明世界的大宝礁 大宝礁是世界上最大最长的生活礁群 纵观于澳洲的东北沿海 北到拖雷斯海峡 南到南回归县 绵延伸展有2000多公里 最宽的地方有160多公里 有2900个珊瑚礁群 自然景观非常特殊 每年吸引了众多游客 从坎思出发 乘坐太阳恋人号邮轮前往大宝礁 这一路上会有什么样的体验呢 这就是每个邮轮公司的一个柜台 寿舍柜台 然后我们你看三拉伯的人还是很多的 登船时间上午8点45开始 请确保您在9点15前登船 我们在这边取票的话 就是要用到我们之前在网上预订的那个 一个code或者是你的 code就是一个编码 或者是你的就是预订的名字 然后在这边来报 然后他这边就会查到你的信息 然后给你准备一些登船需要的东西 我们订的是这种有导游的浮潜之类 然后成人的价格是55澳元一个人 儿童的话4到15岁是37澳元一个人 这是我们的餐券对吧 柜台的话主要是办理拿船票的手续 就像登机一样 您在递好的票的话呢 需要在这边拿一个登船的票 然后凭这个票的话呢上船 同时我们柜台的话呢 也会接受预定服务 可以接受当天出海的 现在船票的话呢 全价是234大人 小朋友的话是139 太阳恋人号游轮公司成立于1991年 如今已经陪伴130多万名游客 领略了大宝礁的壮丽旅景 我们的目的地是距离坎斯 47公里外的木尔礁海上平台 这里位于大宝礁的外交 往返于坎斯可以乘坐双体船 也可以乘坐直升机 当然双体船是大多数人的选择 这就是我们的酒吧台 酒吧台就除了卖饮料以外 还可以提供衣船药 然后我们这个船的话呢 是尽量避免用塑料的东西 因为塑料对海洋的话 有重大的污染 所以我们在这边是没有用 那个塑料的吸管的 我们太阳恋人号的话 是第一家推出 不用塑料吸管的船票 就是那如果它是有需要的话 可以在这里购买 像我们现在的这个的话 像救生衣一样的 可以放在啤酒瓶上 为啤酒瓶的话保温 其他的话呢 这边是小吃也蛮丰富的 这里还有当地产的冰淇淋 同时我们也是第一家 对游客提供免费WiFi的 所以你可以在那里看到我们的WiFi密码 然后这个位置的话呢 在中餐的时候是我们的所有的 自助餐的东西都会放在这边 自助餐以前的话呢 它是作为潜水容颜的工作机 主要是前些表格 如果是你需要去用水下相机的话 也可以在这里出用 那我们中午午餐的话就在这儿 对 中午午餐的话 它会把所有东西都放在这个餐台上 然后中午餐的话就在这儿 然后这边的话呢 我们太阳链的号是非常多元化的 就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都有 除了中国游客 我们还有韩国游客 日本游客 也有欧美的游客 今天的话呢 这个区域是用于英文的 对于我们今天一天活动 一起浮浅去介绍 这是二楼的甲板区 这边的话 就是通风条件比较好 有时候的话 比如说这个季节 有时候也可能会看到金鱼啊这些的 那比较难得 我们大概一个小时 40分钟就可以得到摩尔胶了 就是外宝胶的平台 途中的话 我们会经过一个岛叫 翡翠岛 Bizal Island 在那边的话 暂时停留10分钟左右 有些客人他只需要去海岛 或者是在海岛上已经游玩过的话 可以上不滑 可以再去外郊去 手指向的远方就是摩尔胶海上平台 跟浩瀚的大海相比 它显得十分渺小 这是参加太阳链人号邮轮公司 大宝胶一日游的目的地 我们将在这里停留4个小时 4个小时里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 关注走趣爽 我们将继续为您分享路上的见闻